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私學泰斗之稱的余英時教授在八月初的時候,在他美國的御所,睡夢中逝世 享年九十一歲 引起了香港台灣的知識界一片哀悼之聲 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余教授是誰 但是他跟香港有很多的淵源關係很密切 他是西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 詩成錢穆 也都做過中文大學的副校長 教授 大家知道西亞書院就是錢穆先生和一班藍來的知識分子在香港創辦 他們選擇香港作為傳播中國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當然有他的考慮 就是他們認為港英政府給了很大的自由度 儘管是香港創辦西亞書院 經濟非常貴乏 初期的時候就在桂林街,深水埗的桂林街,現在建了豪宅 我那裡看過,在底下也有一些西亞書院的一些 歷史介紹的,也算是保留一點點的痕跡 那裡有一些堂樓 租了幾個單位去做西亞書院 余英時教授就在那裡 開始他的學習 後來長時間他在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 很多人形容余教授是一個很合疑的人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對於所謂士大夫 這個知識分子,中國的很獨特的知識分子的稱號 有很深入的研究 我看過他的回憶錄 他著作非常豐富,他回憶錄都講了很多 在西亞書院和錢穆的關係等等 很合疑,為什麼說他很合疑呢 對於 無論發生在中國大陸 台灣的和香港的 一些政治的或者社會運動很多不公平不公義的東西 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覺得知識分子是有責任 去提出 去行動 去聲援 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8964的民主運動 他作出很多的聲援 包括身體力行的聲援 對於台灣的民主運動,譬如太陽花的學生運動 他都寫過很多的文章 去批評當局 對於香港 在2014年的預算運動,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他有 非常之多的精闢見解 當然他對於中國的研究有 相當豐富,因為他是一個歷史學家 在余英時小時候 香港和台灣 的知識分子都寫好文章去悼念他 在網上有很多的反應 台灣和香港都很多 但是中國大陸 出奇地是比較平靜 我覺得又不是很出奇 因為余英時是一生反共的 對於中國大陸,尤其是8964之後 對於這個中共的批評 非常之猛烈 所以 中國大陸 只是有一個很低調的 對於余英時很低調的一個生平的報導 也沒有說到他 任何的政治主張 但是曾幾何時在中國大陸 出現過前目熱 出現過余英時熱 有些台灣人 觀察的人就看到 中國大陸要搞統戰,余英時其實是一個 當時還在這裏的時候 是 要 一個非常之重點的統戰對象 目的 是希望余英時 可以 重新踏足中國大陸 那就會 等於他承認了這個政權的 做的很多事 但是余英時其實 他已經說過很多次 八九六四之後 他一定是不會 回到大陸 他從來不會 踏足大陸 他要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分子 六四之後他不再回去 他甚至說 我在那裏 那裏就是中國 後來他解釋 不是那麼自大 他解釋就是說 其實 他講中國文化 他是承傳中國文化,他是推動中國文化的人 他覺得現在中國大陸 已經不是一個推動中國文化 不是可以承傳中國文化的地方 唯有是靠海外的知識分子 然後才做得到 他對於中國對於香港也有很多獨特的見解 因為這兩天很多人已經說了 就是 對余英時的一些 評論或者一些生平的看法等等 我在這裏就 不去重複 我想就引述余英時 在很多年前 接受一份媒體的訪問 對於 中國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是很獨特的 雖然 時代都比較遠的 但是我認為都 值得去跟大家說 是2013年的一個訪問 其實就是有所謂2004年 有前目熱 然後就有 余英時熱在知識界裏面 在2013年的時候 世界日報對余英時做了一個比較長篇的訪問 談到這個中國崛起 余英時注足滲風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他的 思想看他的一些 學穗的文章都可以買他很多書 特別是余英時的回憶錄是很好看的 好值得看的 他提到就是 即是那個記者就問他 近年這個中國崛起 海外都有共同的看法 你的觀察是怎樣 是不是真是中國崛起了呢 中國現狀究竟怎麼看呢 他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他的回應 我不認為中國真是崛起了 中共政權不可能是長期維持的 政治帝道一定要有變革 中國大陸現在在貧富懸殊的情況很嚴重 原來大陸上億人發財 大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物質的關係 不是家人就是親友 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 不知道有多少個共產黨的貪官 都將太太和子女送到海外 也不知道有多少錢存在海外 如果他們對自己的政權有信心的話就不會這樣做 這個就是 即是他看到 即是2013年的時候 的一個評論 他說中共維穩費預算是超越軍費 兩會期間北京動員了80萬人 這個安保去維穩 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來京城去外地公費旅遊 他說我表妹就是天安門母親 每次有人去看他或者有什麼風吹草動 一家人就會送去福州、杭州等 一去就有1、20天 陪伴他的官員都很高興 一起免費旅遊 這個都是維穩費 為什麼支出這麼龐大的原因 這個社會就能夠維持長久嗎 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是不可能長久的 他說他相信中共政權 是會有變化的 總共一日是無法維持下去的 但是變得怎麼樣 尚不敢斷業 好了 講到這個中國夢 他說你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 你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 習理體制面對他的挑戰是什麼呢 他說不少人對習理體制有 期待 其實有什麼期待 就是喊喊喊喊喊 他們有一個調查 訪問了幾千人 他說 結果大部分 百分之七十八十 不承認中國共產黨執政 我未見過這個調查 他說 本來 他們以為大家會熱烈響應的 結果刻刻相反 只好不了了之 這個說的是 2013年的一個訪問 不敢公開 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了出來 被香港雜誌發表 反映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對共產黨是沒有信心 他說 我 沒有 將共產黨看到這麼偉大 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 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 都在外國 留了後腦 有些人 雖然是留在中國 工作 但是護照在手準備 隨時都可以走 那就是 他們是不認同共產黨的 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將它留下來繼續工作 中國目前是集體細宅制 108個太子黨 擁有億萬財富 控制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 貪官每年逃出來 人數上萬 很多錢都流出來 捉到的雖然不少 但畢竟是小部分 好像這樣的人 是否認同中國夢呢 如果喊口號 連自己都不相信 怎樣叫做 偉大社會 某些海外的華人 可能因為民族主義 情緒表示認同 但真正了解中共現實的情況的人 是不會認同的 你問到他 他作為一個傳統的 知識分子講事 是不是 那 應該就是 如果用香港的講法 他應該是一個大中華膠 但是他所謂大中華膠 他就不是說政權的中華膠 他是說文化的 大中華膠 問他 你有沒有中國夢 中國夢是什麼 他說我沒有中國夢 有的人類的夢 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 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 凌駕於世界 他這個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 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 中共現在唯一要利用的 有號召力的就是這個 民族主義應該是只有被侵略的時候 才應該有的 目的就是讓大家團結起來 抵抗外母 我們看到全世界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和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 可視 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 一百多年來 被人欺負 希望站起來 看看別人 看到自己就要膜拜 非要走到這個地步才滿足 恐怕會走上 自我毀滅之路 這是2013年的訪問 很長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 去 查一查 八年前的專訪 余英時唱談中國夢 你打余英時唱談中國夢 其實都 會有 出了這篇文出來 或者 我把連結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對中國的 分析 有很獨到的見解 不是頭腦發熱那些 是很清楚 亦都 作為一個 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 可以這麼說 對於 中國夢 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 現在中國大陸 經常都說的 他有一個很清晰的頭腦 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他沒有中國夢 只有世界夢 大家平平安安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就是他的夢 其實這個夢都是一個很謙卑的夢 但是 似乎 無論在中國大陸 無論在香港 都是越來越困難 我剛才提到余教授是一個很合意的人 對於很不公平的事 他都會出聲 他聲援八九六四的文運 聲援太陽梢花運動 聲援 余傘運動 對於2019年的 反送中運動 更加有很多的文章 是非常之辛辣地去批判這個當權者 他對一些 見過的或者是素未謀面的一些知識分子 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他都會 加以 安慰或者鼓勵 其一位陳敬文教授 大家都知道他因為雨傘運動 被判坐牢 他在 坐牢期間也寫了很多文章 結集成這個欲中書簡 他在這本書裡面也提到 他寫了一篇引述 一首詩 楊萬里的詩 萬山不許一溪奔 難得 溪聲日夜圈 道德 前頭山腳盡 堂堂溪水 出前村 有人稱這首詩是反師 反 造反的反 1960年在台灣 蔣介石統治的時期 雷鎮因為自由中國事件被判坐牢 自由中國的共同創辦人胡適 亦都是 引述楊萬里的首詩 賀他在獄中的好友的生日 今天 陳敬文教授 在他的獄中書簡寫了首詩之後 千里以外的余英時教授 亦都是用相同的方法 寫了這個墨寶 給陳敬文 以示鼓勵 他對於一些很有才華的知識分子 他是很器重的 即使是見過一次兩次 其中一位就是周寶松教授 大家知道周寶松在 中文大學的 正正是 教這個政治哲學的 他和余英時就有一面之緣 在1995年的時候 周寶松正在做學生 余英時就回到中大 就 參加這個前幕的 百年誕辰 紀念會 周寶松 周寶松作為學生 就負責去接 接待 他在Facebook裏面說 大家 在清晨的時候 在辛亞的路上 大家一路走的時候 有個交流 因為大家都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信仰自由主義的 他就提到 如果你對自由主義有興趣 你就好好研讀 這個羅爾斯 這樣 他一句說話 對他很有啟發 於是他就 一直都是很 鑽研羅爾斯的一些著作 說到 2021年 就是今年的6月24日 《蘋果日報》 出版最後一天 他很悲憤 就 寫了三頁子的信給余英時 連同最後一期的《蘋果》寄他去普林斯頓 他在信裡面就跟余英時說 他說 多謝你在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 在香港出版自由主義的著作 並以一生之力去推動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你的著作和立場 對我影響甚深 已經是6月24日 距離他小時候也不是很長的時間 他的身體 可能已經是一般的 後來收到信 余英時收到他的信 讀到他的文章 就用全真回信 余英時是一個老派的人 他不用電腦 用手寫 他用全真機 對於今天那些年輕人來說 很難理解 匪夷所思 他用全真回信 他不用電腦 他後來 怕他收不到全真信 又用胸油親自寄他的信 周寶松在Facebook裏登了他的信 這個可能是余英時 差不多是他 林世世之前的最後的一番 留言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他說本來周寶松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人分享這個信 但現在細心體會 開始明白到余英時先生的一番話 他一定不是只是向我一個人說的 而是想跟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人說的 於是他的信 抄錄不是很長的 他說補松先生 收到刺激報紙最後一天 絕版 以及先生大作等 不但感謝 而且感動 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方向進展 我早在 紐約時報 電視等媒體上注意 在短時間內 大概不易改變 但我始終相信 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 少數自私自利的人 長期控制 自香港自開始 一八四三 便享有自由 不在專制王朝手中 以香港人的 覺悟程度而言 也 缺不甘心作奴隸或信民 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 缺不能放棄 我完全同意先生信中的一段話 但願我們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 繼續作一點事 即以此與 互相面麗罰 余英時手上 2021年 7月13日 這封信的重點 當然不是說這位 史學泰斗的麥寶 是他親手寫 除了傳真還寄過來 重點就是 他說 香港自 開始 1843年 便享有自由 不在專制王朝手中 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 也缺不甘心作奴隸或信民 但人的主觀奮鬥 是極重要的 缺不能放棄 這就是他給周寶松這封信的重點 亦都我相信是給香港人的重點 即是想起 當年 49年之後 錢穆 同一班中國的知識分子 選擇香港作為新亞書院的 這個開發的地方 是有很獨到的眼光 就是看中這個小島 其實 英國人 的傳統 是被知識傳播 是不是怎樣去受管制 這個 香港這個自由 在中國大陸固然是找不到 即使台灣當年的台灣 他 即是繼承這個中華文化 道統自居的 即是 掌視的政權 都不會被 知識 自由傳播 大家也看到了 有很多知識分子被拘捕了 在台灣 所以 錢穆就是選這個殖民地的小島 培育一代又一代 好似余英時這一類知識分子 這個是沒有辦法 不佩服 錢穆和一班 舊的 文化人 舊的文人 對於 香港的一些 很獨度 對於全中國的 包括台灣的一個獨度的見解 如果他不是選擇香港 就沒有余英時 這個事學太久出現 余英時是一個很合意的人 對於不合理的事情 他都會出聲 不僅 91歲 人終於 都要最後 歸宿都是這樣的 我們在遠色之餘 我們在 這個 嘆氣之餘 沒有辦法 這個是最後 人的命運 我希望余教授 安息 一路好走 我亦都覺得 沒有了余教授這一類感言的知識分子 少一個就少一個 香港的命運 其實 是很難拆的 暫時經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 channel 深藉口法的channel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這個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只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 透過VPN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是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 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VPN登入了當地的iPad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的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閱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